有人说阿兵哥会不会太好命了呢 因为在台中县太平平临营区的战岗卫绍 日前被民众拍到了 阿兵哥老师有摆了两只大洋伞 在那边可以帮阿兵哥来遮太阳 旁边还有一台电风扇可以来吹凉 让民众痛批实在是很不伦不累 不过军方表示有他们的考量 营区门口左右两边各摆了只500万的大洋伞 走进一桥原来里头是战岗的阿兵哥 天气太热了 不只有洋伞遮挡酷肉的烈洋 一旁还有台电风扇吹啊吹的降低温度 阿兵哥站岗还撑伞旁边做生意的摊贩实在看不过去 有人甚至反凤 这伞是不是国军的新型武器 阿兵哥要埋伏其中寸步不离 来到营区两只大洋伞已经拿掉 军方说站在门口的卫兽 必须穿上三到五公斤的装备全副武装 一次就得战胜两个小时 大太阳的实在会吃不消 弟兄的执勤真的是有违安因素 怕会中心 做一个改善方式 看说我们是用自私的帐篷来放 如果真的太热的话 一个遮阳的设备 保家卫国的阿兵哥站个岗还能穿伞锤电风扇 呵护备制 生怕他们热着了 看老百姓的眼里 质疑这种国军怎么上战场打仗 中文新闻黄沫砖方品文台中采访报道